上了小黄跟问奖沟通 目的地在哪 怎么走比较顺 这是台湾人搭计乘车的日常 不少民众还会先透过网路 预约轿车减少等待时间 一人Apple也是如此 但却遇到疑似诈骗上门 在脸书发文披露事件 他接到自称小黄的客服人员来电 询问是否有订车 Apple回应之前订过 而且搭完这不是他的订单 对方跟他确认各自后称 官网真的有下单 但Apple心想自己明明都用App 自称客服的人还说 因为隔天就要用车 所以要付一万一千五百元 如果要取消就要按简讯里的连结 结果还被用警告语气说 等等就会扣款车对不负担责任 差一点点可以吃好多餐的钱就飞了 还好Apple有警觉心 不然点下去可能就会被骗取信用卡资料 他说后来根本也都没扣款 应该就是诈骗 提醒有轿车习惯的大家别被骗 去年底12月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就去开了证券户 想说今年一定要好好来玩一波 要还赚一波 对没错就蛮新期待 因为股市小白刚进去的时候 就会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会跟你讲说 哪一只我在研究 身为投资小白 许凯夕上节目分享产赔300万的故事 但近期险些遭殃的还有她 在IG发现是动态透露 凌晨12点收到三封信用卡消费简讯 金额30万5426元还连续三笔 让她气得说一个月被盗刷两次是怎样 但她也透过经验告诉大家 不要再给我网站记录卡号 宁可麻烦一次每次都输入 减少个资外流的风险 毕竟现在每人都有好多张卡在身上 一不小心若被盗刷 除了荷包大失血还要换卡 相当麻烦 TVBS新闻庄齐元寻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